一筆一畫落筆有力道 國稅局板橋分局 舉辦鼠年揮墨展 逸文迎新村租稅宣導活動 邀請到行書名家林清商老師 帶領書法團隊現場揮豪 用手寫春聯的溫度手感 代替印刷字體的自視化春聯 送給大家迎接今鼠年的到來 板橋分局呢 我們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鼠年呢 所以我們辦了一個 有年味的一個租稅宣導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我們除了有捐發票送好禮 還有呢可以賞逸文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兌換我們的春聯 那這個活動呢 我們所兌換到來的發票呢 所募集來的發票呢 我們都會捐給這個慈善團體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歡慶過好年 書寫名家鍛鍊數十年的書寫功力 一字一字的展現在紅紙上 既能展露中文字體的風格 吉祥的意涵更帶來新的一年祝福 國稅局板橋分局表示 透過應景的輝豪正春聯活動 搭配稅務宣導 邀請民眾平發票或是加入臉書粉絲團 以及Line at好友 能夠接收到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稅務資訊 我們今年為了因應農曆春節還有元宵節即將來臨 那我們除了今天的築水宣導活動之外呢 我們在1月17號也將在分局的一樓大廳 舉辦廉政築水宣導活動 那我們現場呢可以用發票來兌換提燈 民眾只要持有近兩期在消費金額10元以上的統一發票 那只要持有雲端發票兩張 或者紙本發票三張 就可以兌換一個標有連鎮標語的 暑年元宵花燈 那現場呢數量有限兌換位置 那我們現場的所目的的發票 也將全數捐贈給社福團體 那邀請民眾共襄盛舉踊躍參加 我們今年是一個老鼠取新娘的造型 那也是因應今年是暑年嘛 那我們邀請家長還有小朋友 一起來共同組這個花燈 然後來共同換度新年 國稅局板橋分局的規劃下 迎接金屬年 備妥了家家戶戶迎新春必備的春聯 還有相關的租稅資訊 祝賀大家新的一年 稅務沒煩惱金屬好運到 中家新聞林立吳志恒 新北報導